大家好,我是伯哥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伯哥的养鸽之路 其实我养鸽子养得很早 我12岁 大概是11、12岁就开始养鸽子 那时候是1994年 那时候的鸽子呢 打比赛的比较少 也都是地方鸽 而且那时候我也不打比赛 就是养了一些大嘴鸽子 我们这大嘴就是鼻子特别大那种鱼鳞瓦灰 我当时养了一对 养了一对呢 是鸽厨别人给我的 鸽厨养了几天 我就给它放开了 弄个小窝 它就输家了 从天上飞 后来繁子 繁子呢 繁子两三年就达到了二三十只 后来这个养鸽这个东西 也没有好的鸽子棚 就在那个房檐上挂着这个窝 完了这个黄大仙啊 就是我们这黄郎的 总来光顾 把鸽子也慢慢的掏经了 完了到1998年 我们就开始实行了地方晒 那时候就是会儿 地方晒那时候也不是拿什么钱 就是拿两块钱 你就把你的鸽子拿去缠晒 当时呢 我就是把自己的鸽子拿过去缠晒 晚上抓住 白天去缠晒 放了200公里 300公里 真的飞到飞回来了 感觉就不错 之后呢 我就开始自己拿砖 拿泥 垒了一个鸽子盘 就成了小型的规模化 在2000年的时候 那是我已经上中学了 我们这成立了工牌 那时候的参赛费呢 在260块钱 很便宜 2000年 我就把我的鸽子选送过去 我就是省吃俭用 攒住了参赛费 选送过去 一直 完了等交外费了 鸽子有的就丢了 有的放个几百公里 也就没了 真正开始大比赛的时候 是在2012年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 真正的 就这段时间 一直养哥 一直就打着比赛 全都是玩 而且全都是输钱 到2012年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性格这个行业 就开始逐步的发展 而且呢 那时候的比赛 就开始有些严峻性了 以前呢 我们打这些比赛吧 就是明天比赛 他会看天气 天气是晴天快日 或者顺方放鸽子 那时候我们的鸽子 也都是顺方的鸽子 后来到了2012年的时候 不管天气 只要不是狂风暴露 他就给你放 所以呢 顺方的鸽子 开始淘汰了 开始适合这种 这种抗天气的鸽子 那时候伯格就开始引进鸽子 因为对鸽子吧 不了解 别人说什么 咱就买什么 那时候三千五千一万的就开始买 买到家里什么也不是 买了很多的故事鸽 后来呢 通过看鸽子书 这翻博览群书 博览群书了之后 再一对比吧 其实把这个书上的知识 拿到这个现实当中吧 还有些不一样 后来伯格就是开始 那个吸取重甲的这个优点 去博览重甲的这个优点 最后呢 伯格就开始 每年到宫盆里 他要参 他打比赛拍卖的时候 都可以摸鸽子 伯格就从冠军开始 鸽王一起摸 找共同的特点 完了 把这种持规的鸽子挨个摸 这也找共同的特点 掌握了现在这个经验 后来呢 我就开始就寻找 想寻找一只 就适合咱们这个赛事的鸽子 就是因为现在公棚比赛吧 黄金赛线是在一分钟 一千二百米 我想找到一只鸽子 是飞 能飞一千 每分钟飞一千一百米 到一千四百米之间 全都能飞 但是现在这种鸽子很少 贵那个就是有 不贵也买不起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就是 黑龙江 哈尔滨有一家大户 他不养鸽了 淘汰了 淘汰了三百多只老种鸽 里面其中有一只鸽子 非常老了 已经十年的老母子 老母鸽 叫樊龙七十山 超级樊龙七十山 伯格呢 就以四百块钱 把它买下来了 买下 买到家里之后 这只鸽子因为个体非常的完美 但是呢 因为老了 不能打比赛了 所以当时伯格呢 又在给他配了一只 公盘的成绩鸽 配了公盘的成绩鸽 当年出了两窝仔 因为老鸽 咱不能去那啥店的多处 一年就两窝 第一窝 我去打比赛了 第二窝 我特留种鸽 我就是鸽子 第一年我就鸽子 落了四只鸽子 把这两只鸽子 拿去打比赛的时候 探视的时候 三公盘里 我一看 有一只鱼点 非常的好 有一只 他的铜窝 有病了 也不知道什么 因为烧毛了 因为可能肠道不好 所以呢 我这只鱼点 这只是鱼点 他从七十公里顺放 一直到决赛 全都是飞二百多名 最后呢 他也给我拿了 赢了钱 指定也给我赢了钱 我就把他拍卖回来了 所以我第一年 我就落了四只鸽子 这四只鸽子呢 我要分别的 给他配上了 公盘的成绩鸽 完了就是 就已经就是 老母这是鸽 他的闺女儿是四个 这回再飞 就是飞他的孙代鸽 他的孙代鸽 在公盘依然发挥的很好 我爹是飞了三代鸽 这样的 这样的时候 我就用我的育种经验 我的育种经验就是 配一配 飞一飞 拉一拉 回一回 再飞一飞 就用这个 就已经包含了 杂交 回血 进血 再飞 包含万千 所以后来我们家就形成了一个品系 把这个品系保留下来 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们家现在飞的就是翻弄骑士山 这个品系保持下来之后 就把它延续下去 不能离开这个血统 不能来离开这滴血 所以伯格呢 现在这一路鸽着 在公盘打比赛 只要是一千一的分数到一千四的分数 我都不担心 他只要不死 必归 今天呢 伯格的养鸽之路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拜拜